新三大女团与少女时代到底差距多少,这些点没做到自然难以登顶。 新三大女团指的是目前最伟大是自三支,自带女团,也分别来自三大娱乐公司, Red Velvet Blackpink Twice, 这三支女团在最近的回归活动中,都逐点在刷新从前的女团记录。 Red Velvet的因缘成绩,TWICE的效量,Blackpink在游玩播放量,各自都有着优点, 但是为何却难以登顶,成为和少女时代一样的女团明显片呢? 一,组合的定位和风格设定要说到三大女团, Red Velvet应该是烧次于Blackpink和TWICE的,但是总体基本保持相同的人气和热度, 但是不论是三者之一的谁,从策划生就别想要高达上和接地气同步, TWICE过于甜美,Red Velvet过于概念高级,Blackpink过于歌crush, 所以三者很难做到像少女时代一样,既能拥有接地气的口水神曲, 又有富有高逼格的音乐作品, 二成员的整体实力和业务能力相比较Blackpink、TWICE和Red Velvet, 就真的是要承认少女时代的整体实力和业务能力, 首先摸爬滚打十一年之久,虽说现在的她们大不如从前, 但是在曾经的大事期间,对内整体从演唱,逐步到外爬的综艺, 演技上,只能够做到百花齐放, 三,过于鲜明的成员人设和典型担当其实对比都是相对的, 新三大女团自然也是鲜明独特, 不然即使靠着大公司,也难以有好的成绩, 不过因为少女时代在多方面上的能力担当, 因为就对比出来,新三大的能力还是稍弱的, Red Velvet的Yerry定位就比较尴尬, 舞蹈还是演唱上都算是对内末流, 除而救人中,除了典型人气丹丹之外, 感觉打酱油的成员也是偏多, 主要人气集中在那几位中, 而Blackpink则是间内感觉定位不突出, 虽说是被称全了Ace, 但是能力好像也是过于平均, 不太突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